或是说愿意再追问你更多细节 你通常会怎么做 那你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象 在写说新闻方面大概也都是这样子 那在组的媒体他们就把这样一个想象呢 归纳成一个比较简单的要素 第一个就是我们新闻里面呢 如果说要东西要完整的话 里面一定要包含事情的所有的元素 事情要讲清楚 人是实地物 或是五个W 英文就是五个W一个H 这种东西要讲清楚 那五个W一个H 大家应该很常听到 你们不知道 OK 不用去深入解释 然后这几个东西 你就要去检查 你在讲故事讲完之后呢 这几个东西是不是都清楚 你可能不用一开始每个东西都讲到 但是你一篇文章里面呢 或是一个论作影像简直 就是这些东西要很明确 那再来是道经字塔 道经字塔我待会也在讲 然后再来是报导不是评论 讲故事是我们虽然是讲故事 但是是讲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所以最好是有评有据 那有评有据通常在你们看到新闻里面的表现一个就是记者亲眼看到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记者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人转述的 就是去访问在现场的人 然后去透过访问在现场的人去访还原现场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是属于评论性的意见 那这些评论性通常会出自于对这个领域学友专精的人 所以你们会看到很多 比如说如果在这个新闻在谈开发的风险 或是健康风险 就会去访问长根医院的林杰良医生 问说这个自来物质是怎么样怎么样不好 那这就是一种让你的报导的内容有评有据的一个方法 这一个就是评论性的东西就是专家的评论 或是权益关系者的评论 那如果是事实的东西不是记者亲眼所见 就是经过交叉验证的第三者所见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要精简 就是如果说在传播领域来讲 就是说每一个版面 如果是里面报纸 它的报纸的版面是很珍贵的 所以你故事能够用100字讲完 就不要用200字 你省下100字可以塞第二个故事 或是塞一个小广告 这是版面上的珍贵 那在电视媒体来讲 当然那个时段也很珍贵 所以就是在主流媒体商业媒体里面 都会习惯是把故事讲得越精简越好 那在我们独一媒体 不用讲就这样子 讲到这么严格 但是当然我们也希望 在资讯爆炸时代 每个月听人 他的接触讯息的时间都很有限 所以你能够把事情讲得很精简 也是有助于你讯息传递 那再来就是其他部分 后面是比较补充的 我们可以 我们常常就是看到一个故事 不要用 不一定要用时间顺序来讲 必须用自己的观点来重组 然后你可以依照各种条件 版面啊 时间 你的经历的需求 来故事讲得长 讲得短 那如何去讲得长 或是讲得短 都可以传达基本的事实 就是跟我们第二点 用道金字塔型的写法有关系 这这个例子我就不介绍 这五个WAS 先教过去 道金字塔的结构就是 我们没有学过 没有不像属的记者去 或是传播 一般的传播人 他们上过新闻媒体课程 比较不小 那但是这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蛮基本的 就是我们先把最重要最精彩最新鲜的部分呢写在最前面 那通常这个最前面呢 在这个布式或是在这个新闻里面叫做导演 就是在导演里面呈现最重要的部分 然后后来的文章呢 再根据导演里面的各个要素去发挥 然后后面就是越后面是越重要的 那所以就是上面是比较重要比较大的东西 在文章后面的是比较小比较新的东西 这个在传统的 这个新闻发展是有它的由来跟它的用意 它因为最开始的新闻呢 是你们看一下道经事堂 就是这样 所以它叫道经事堂 所以最一开始的新闻以前都是打电报 你知道打电报 然后假设那时候新闻最有价值的就是 最紧张的就是可能是战争的新闻 那今天你是在战地报导 你今天要讲说今天一场战役进行的如何 你先打了一个 今天某某装甲师前进到什么地方 前进了几百公里 照时间顺序讲 可是你是想说带了一百 两万精兵前进到一个阵地 然后在那边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 杖都还没有打 然后就是在真实世界里面 杖已经打完了 但是你发出发回来的讯息呢 还在讲那个一开始操练带兵那些部分 然后可能故事还没讲完 那个通信就中断 然后对或者是通信兵就战死 然后你就那战后方就得不到信息 所以就是经过几次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变成 在传递讯息上都是变成习惯是到金字塔一些 就会人家打战地的新文会 就是先打说 今天某甲部队对摩尼部队对决 对垒 然后谁胜谁负 然后死了多少人 这样变成第一段 然后第二段才去讲说 胜的人是采用什么战术 负的人是 负的部分是怎么样 然后伤亡各多少 然后是伤者如何如何 然后可能在最后最后再去描述某些特殊的伤者 然后在最后再去描述 这些这个状况的善后等等 就是从这个战地的消息发展书说 我们习惯就是先把最重要的讲完 那在 在正式的新闻里面你们看 就是比如说六亲又冒火 然后连续十四个月来 是第八级公安事故 移民现场就是怒斥太过离谱 其实这标题本身就是一个很 就是最精简的东西 它是金士塔的顶端 你要把你想要让读者知道的东西 就先写在标题里面 然后第一段呢 就先把重点讲完 就是 第一段我们念一下 在台书画江召开临时董事会选出 新任董事长陈宝朗的前信 六亲发生四个月来 第八次公安事故 云林县麦寮六亲 练三场六日下午在试车过程时 网话油泄漏 引发大火 火事虽然在二十九分钟内扑灭 但六亲公安事故不断 甚至在停工的厂区经常火灾 云林县长苏智芬表示 六亲火警的频率高得太过离谱 强烈邀请六亲立即全面停工检查 你们看就是说 一个事故里面其实有很多过程 可能是某个地方 盛漏 然后某个地方 然后 中间有一些 发现 然后通报 然后 抢秀 这些过程 但是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就是在这个记者的他的观点里面 他认为 又发生一次事故 然后这个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然后在多少时间内处理完 他觉得这是最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 地方的父母官 还有民众呢 对这件事情 忍无可忍 他觉得是最重要 他就先写来最前面 然后再来才会写 第二段 我们看就是他写说 苏志芬表示 六亲再度发生大火 伤透云相亲的心 然后第三段写 排宿发言人 林克燕他解释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 然后 再下一段 林克燕再继续解释 然后再 接下来再下一段 才轮到环保局长 叶德慧 去解释这个 灾难的性质 软化邮居有可能性 于瓦斯类似 文后会产生不适感 然后再在最后 才说 才讲经济部工业局 说了什么 他说经济部工业局 会要求台数注意啊 之类之类 然后劳委会认为 六亲又发生火灾 有劳工安全 实在不应该 就是一个事情 他有很多面向 有 那个民众对这事情很 很难以忍受 很不谅解的面向 然后再来就是 台数自己的解释 然后再来是 那个 地方政府环保局的 那个 说明 然后再来是 工业局主管机关的说明 然后还有这 劳工安全的主管机关 那在这些里面呢 在一个事实 他所有的发生顺序 以及所有面向里面呢 没办法一次 全部在一开始 全部的告诉你的阅听人 所以就是要选 你觉得 阅听人最想知道的 那在这里面呢 通常就是 最聪明的地方就是 14个月来第8次 然后地方居民人无可忍 然后再有点政治性的意味 就是地方的县长 苏智芬怎么怎么讲 他觉得是最重要 他就在这上面先讲 然后其他的细节呢 都是在 在后面的 再一一补充 你们看在 像比如说 在 在写新闻 其实不会很难 就是你第一段导言写好了 你二三四段 五六段呢 都是根据导言 你再去做发挥 这里 六经发生是四个月来 第八次公安事故 然后呢 一直到这 苏智芬他表示如何如何 不好意思 然后他第二段就是去延伸 苏智芬的讲法 然后第三段 第四段去延伸 第一段里面谈到事故的过程 然后最后才去 去 再做一些事故的性质的补充 所以就是 你观察 你观察一下其他的新闻 你观察一下 你在媒体 或是 在网站上看到的新闻 大概都不外乎是这个样子 第一段先讲出 惊讶的部分 然后在二三四段 都是根据导言的每一句 或是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个小子题 一一去发挥 那这样子慢慢长 那这样子呢 在传统媒体来讲 他本来的好处是说 传统媒体版面有限 你必须很精简 那万一你如果 精简不下来 必须 就是说 万一事情真的很多 然后版面有限 那个编辑呢 又没有什么时间去慢慢的改稿 要从一千字浓缩成八百字 不说要在三分钟内 从一千字变成两百字 那怎么办 他通常就是从后面慢慢的 直接删掉最后一段 反面塞不下 再删倒数第二段 再删倒数第二段 这样子 这样慢慢塞 所以在 在这个 主流媒体领域呢 自然而然就是衍生成 这样子的写法 就是最重要的写在最前面 让编辑或是让 不管是平面的或是电子的 他们去删减东西 就很方便 然后在那个 那个作音编辑台上呢 他就可以很快的 把重要的讯息传递出去 那 这样的方式 他其实不是一个 最好的说不是的方式 就是说 你可能 你可能对于这个事情的 你就没办法像 有些东西你没办法起成长 或者说你没有办法 像写小说那样子 安排伏笔啊 或是安排那种 出人意料的情节转换 等等 他就是一个很 简单的一个 陈述事实的方式 但是如果说 他对我们 比较好处 的好处 可以接近的那些方式 有时候我们真的 只是想传递讯息 就是说 我们在社区周遭 或是在我们的 工作的领域 在我们工作的岗位 看到一些 讯息不错 比如说我在学校里面 会接触一些 学术领域的论文 或是我刚好 接触到一场 学术研讨会 如果觉得里面 有一些讯息 蛮不错的 蛮值得社会大众认识 值得我写在部落格上 或是值得我学人公导 但是我又没有太多时间 去构思 或是什么样的情节 比较感动人 用 比如说是一个 他是一个 啊 好 好 好